我可以問一種比較荒謬的 有點跳蹄的人 你會不會常做夢 對 你是不容易做夢的 為什麼呢 我為什麼不容易做夢 很簡單 因為基本上 你不需要夢來保護你 夢是讓你不要瘋狂 可是你不需要夢 你不需要保護者 但這並不表示說 你是一個很強的人 你不會瘋狂 或者說你 對 我覺得我本質上 是非常理性的一個人 不是非常理性 是非常虛偽 以為自己是理性的人 也有可能 我很刻薄 對不起 你包容一下 你再多說兩句 再多說兩句 我有點那種 沒有 我覺得 因為你害怕瘋狂 然後你又很希望自己瘋狂 對 我有很多假裝的瘋狂 沒有 你在扮演瘋狂 不是假裝 是扮演 假裝跟扮演不一樣 但這個也會改變嗎 需要改變嗎 我不知道 其實你最清楚 你根本拒絕改變 因為你每天在流動 你還需要改變幹嘛 你是很多個頭的人 或一個頭兩個面 或者三個頭四個頭不只 那您的是什麼呢 您是幾個頭 也很多個頭 我會這樣講 因為我剛好很奇怪 我忘了是在 我應該在北京做了這個夢 有一天我突然夢到 我自己把我自己頭拿下來 踢在手上 然後就走路 走到一條 我自己也不知道路 然後我跟我自己講說 我現在到底要去哪裡 我為什麼要把我自己拿在手上 你為什麼需要這麼多夢來保護自己呢 我回台灣的時候 我是帶了半個貨櫃的書 半個貨櫃就是那種cargo 說明家裡還是比較有錢 可以帶半貨櫃的書 所以這其實有一種罪惡感 那一種特權 沒有沒有 有一種罪惡感 就是說 所以 當我在讀這些 MAX 我讀這些的時候 那種階級差異 我好像上次有跟你提過 就是說我奶貓嘛 然後她帶我的時候 其實同一個時間 她也生下她的女兒 然後原本應該是 給她女兒喝的奶 看來就是餵養我 我走過那麼長 我知道這個世界 其實是走向一種更不確定 所有的這種1789年的 那時候整個的 大理想啟蒙的這些東西 其實一直煙消雲散嘛 那就是馬克斯在講的這樣 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 對 就基本上 所以 我是深刻體會到 再加上我自己過往在國外的10年 然後回到台灣那個地方之後 那種格格不入的那種狀態 就黑夜裡面的眼睛閉上去以後的 是其實對於我們是蠻需要的 我說整個這種 背得這麼大的殼的這種 姑娘來講是蠻需要的 我很容易做夢 我很容易睡覺 而且我很容易記住夢 所以我知道你是一個不容易做夢的人 就是說 當有這樣很奇怪的特質人 跟剛好一個極端對立的人做在一起 他可以秀得出來的味道 我不知道這是我自己製作多情況 你說的很對 你說的很對 就是我們 一部分很相似 另一部分又非常之不相似 對 就是在這 就黑夜裡面的眼睛閉上去以後的是 又是兩個世界 我覺得我好像在拒絕黑夜那個部分 你不要啊 嗯 是可能拒絕一輩子的嗎 一生嗎 還是突然有一天就都變了 黑夜就自然熄來了 其實你也不想 不需要去想 其實就像剛才在渡口你在講的 嗯 你就說你看看那麼多的摩托車 嗯 你不覺得很奇妙嗎 嗯 就是一個渡船裡面 一個交通工具 載了又很多的交通工具 對 然後是每一個人的交通工具 每一個人坐在他的摩托車上 嗯 等著那個渡船從一個渡口 到另外一個渡口 對 黑夜是渡船 其實你 和尚不是這個樣子 嗯 黑夜其實也就是一個渡船 嗯 對 黑夜是渡船 其實你 那是誰的啊 張戴的一航船 張戴的一航船 對啊 我非常喜歡 復勒拜的那一本情感交易 這整部小說 它其實是寫一個被得者 環繞了三個女人之間的這種 情感的這種追尋 所以最後其實它是一個很挫敗 很挫敗的那個 你也不能講它完全失敗 但你也很難講它這一輩子 到底什麼 嗯 但是最後結尾 他就跟他的青少年最好的朋友 兩個人在就是 總結就是 那段時間是我們 一生中最美好的時間 嗯 最有趣的 嗯 復勒拜的 它裡面所有的話文動詞 全部用一種 畫文非常特殊的一種格式 叫做過去未完成式 也就是 過去一直持續在進行 也就是它時間不是一個單向的 而是一種摺取的 就是你可以 可以 可以纏到 嗯 可以你再摺取過來 直接換成叫做未完成式 可是畫文的意思是 不完美 嗯 就是我們生命中 總有好一些遺憾的 不完美的 未完成的 未盡的 你講的 無奈 嗯 我覺得是讓人去 重新去面對消失 其實是用另外一種方式 你去體會 去生存的 去接受 吃進去那種消失 然後你把它轉化成 你認為它沒有消失 然後你希望它是你的記憶的一部分 嗯 嗯 所以我常在想 其實記憶 並不是我們去 回到過去去找 而是跟我相反的 是記憶回過來找我們 我覺得一般人都是誤解 其實記憶在未來 如果是剛才說到這個 三個世紀以來的這個啟蒙傳統 在瓦解嗎 嗯 嗯 新的會是什麼樣子呢 我這樣講 可能會入入一種 被人家認為有一種 太玄虛的 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 是在一個類似像 武力復興到科學時代 那我們知道 那個是一個重新發現希臘 嗯 那重新也是一個大航海時代 嗯 發現美洲大陸 我們現在也是重新在尋找 宇宙是不是還有其他類似像 也是一個重新發現新大陸 比如說病毒就讓我們發現了 一個灰生命體 它怎麼勞動 整個生命這一種所謂的秩序 它可以干擾 改造 顛覆 是一個新的翻譯者 它把你的裡面 體系裡面的那些編碼丁 所有這些胡碼 全部用它的語言來改造 就講出一套我們不知道的語言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講就是說 因為這次疫情 所以整個全世界的國家權力 變成局度膨脹 個人自由被縮減 我們現在完全以負面在看它 對 看它是自由敘事的困境 可是沒有想到 其實它還帶來另外一面 除了黑暗之外 可能還有另外的 我們知道在英國瘟疫的時候 出現薩斯比亞 瘟疫的時候出了牛頓 都一樣的道理 所以明後我覺得一定會出現 非常很多巨大的 不管是文學作品 科學的發現 思想上面的創新 所以這裡就是我剛才講的 病毒重新給我們另外一套 以馬系統 這一套以馬系統 其實是開向未來的 一些新的鑰匙 我是不是又講得太誇大了 一些這樣 真的有一些講得太誇大了 非常好 我們有個人的生命在扯到 我們各自裡面很幽暗的 這些不可說的這種 扯到這種 我們現在不是從幽暗到了希望嗎 等待那個希望嗎 我是體系想要做我的 因為我不上課 然後頭髮這麼長 你來想像嗎 然後一年四季兩鞋 就穿你愛穿的布魯金 然後背著相機晃來晃去 然後還有一句 我有一個包包是那種 菜市場在收藏的 然後我自己畫了雀 我把它的雀 台灣人不知道雀 他不知道雀 我就把那時候雀的Post 我把它畫在包包上 我這樣晃了三年 沒有人知道 開心得很啊 一個基於表現各種姿態的年輕人 可是體系就要揍我 對 然後就跟我另外一個好朋友 我們班長就兩個最壞 兩個人都壞透了 我們考的時候 我們兩個會比坑水最先焦俊 我們都把筆寫得很大聲 搭搭搭搭搭搭 然後旁邊就很乖 小孩子這樣想 我要怎麼回答我怎麼 我們兩個是說 我們有六十分七十分過了就好 結果我這個同學 就像美國安赫斯德 川普系列系主任 兩個最壞的人 就兩個後來都來走學術路 我們都坐到最後面 然後就要離門口最近 老師一轉身寫黑板的時候 呼 你先走 再接著 老師再轉一次 下一個人一起出去 然後就到學校裡面聊天 然後我們都是比 看水爬的窗子多 然後接的書多 學校那個時候有三個結束最多 其中一個被抓了 因為他要去搞爆破 是怎麼回事呢 他要反抗當時的體制 反正這種事就不要細說了 也算當成台灣蠻有名的一個案子 那種時代氛圍那種沉悶和壓抑那不 不承認對我們來講環島是一種 就我講了 規矩越多自由越多 但你想如果你當然沒去巴黎 你會什麼樣的生活 不可能 我要去巴黎不是大學畢業才想去 我高三就決定了 為什麼呢 我們台灣長大小一定都會參加救火團 那因為救火團辦的這些旅遊活動 是台灣唯一能夠的 可以讓你去爬高山 因為那時候都是 我高山的時候都參加了 所以我就可以 那一次有幸就爬到大雪山 有時候以來第一次看到雪 那樣子 然後看到黑森林這樣 整個這樣 3000公尺 就等於這個 這個視野一下被打開了感覺 對 而且我們是一個熱帶 雅熱帶的 當你接觸到雪 積雪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想像說 那在一個大陸 或一個大的這種 國度裡面 這個白雪峰灰 大概會怎麼樣 它很多樣 很多樣 對 而且巴黎真的會有另外一種 除了生活上什麼劇場啊 電影啊 食物啊 思想本身就是一些 真的是重重的這種美景在那裡展開 真的是一種幸福 而且你會整天好像就是在一種亢奮狀態 因為你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你都有新鮮 也就是思想上的九翅肉林啊 真的可以想像 而且那時候是好奇心最旺盛的時候那種 而且是來自世界各國的 各種的那種最激進的 或最 就是最想去開創一些的這樣 其實就是你講的多少沒錯 其實在一種思想空虛之下 雖然之間就覺得我在這個有限的時間之內 我幾乎就是要拋頭拋腦了 非常之貪婪 絕對暴食 所以我等於全心全力其實就是 就在這一條搞思想 追求學問真理的這個路上走這樣 對 你是把把把你自己拋進去了 扔進去了 不只拋進去 我就是把我自己重新像那個諾詐一樣 把我自己重新拆解掉 把我自己真的血肉骨頭全拆了 然後晚上再掉眼淚 再慢慢的一塊一塊的接回去 然後再拿一個針線慢慢縫慢慢縫 科學怪人 我自己是同時製造科學怪人的 科學家也是科學怪人 您說感覺特別挺像我們剛進北大的時候 回去蔡芸佩時代的北大 那個樣子的 因為那些有名的大師的科都 就像蔡市場一樣 你上過服科的科嗎 我當然沒有 擠都擠不進去 你哪有可能 可是 後來我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街上或路上 其實我們經常都會看到這一大師 那即使在路上碰到他擦身耳骨 我會不會很冒免的說 你要不要停下來 我是在巴黎的時候身上一定有相機 可是我從來不敢逃出來 就有一種很奇怪 我覺得我不要成為觀光客 那樣子 包括我替老師 每次我都不敢拍了 可是另外一個我在巴黎念書的朋友 就很得意說 你看看我跟何隆爸通信 你看看他給我回信 然後通信了兩三封 他就把他當為人生自保 那說真的我心裡是嗤之以鼻 也挺可愛的 你 真的那十年內是這樣 而且 講說掉眼淚真的不是假的 因為 我怎麼可能獨得懂德西達呢 怎麼獨得懂 手續兒的符號學呢 頭五年是真的在那裡 整天在那裡就是撞山壁 然後慢慢地終於找到一條小路 但是還是一樣 一天也都是花了十幾個小時 上課不講 就是你回到家裡 你還是要不停地坑 不停地坑這樣 嗯 可是投進去當然有個先進的條件 第一個務實條件 家裡可以支持我 第二個我的精神狀態可以支持我 這樣 所以你也沒上來過這裡 沒有 第一次上來 真的好漂亮 那個上吊的地兒 我知道就是那個 崇祯 景山 我是認識景山 那那邊呢 那邊西山 香山也那邊吧 對 所以以前被移民的那個 就在那裡嗎 那個旅館 香山飯店 香山飯店就在那裡嗎 還在嗎 在 那那是國茂 那一棟樓 是嗎 嗯 去八爺的時候 台灣變得很遙遠了 一下子 你在八爺一段時間 也正好是台灣風氣雲湧的時候 基本上那時候還是有所謂的 台灣在那代表 在那裡他們辦那個所謂的 台灣同學會 嗯 每個月都有活動 嗯 那基本上我是拒絕參加 我就是一個孤狼的一個這樣 我覺得我來 我是要學東西的 我不是又在那裡抱團聚軟 這樣子 沒什麼意義 十九了以後 他們就開始對你會 就會注意了 嗯 所以當美麗島 事件爆發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人 用一種很輾轉的方式 告訴你喔 這件事 然後就試探你 嗯 你的看法如何呢 嗯 那樣子 類似像這樣子 嗯 那我心裡我當然就放下 我就不那個這樣 幾天以後 這些人都當官了 走在路上也不會認識你了 嗯 我都還是覺得就是一個 Hanaya Rand 的一個原則 嗯 要有批判精神 嗯 你要有engagement 要有介入 這是什麼樣介入 嗯 等等 這個是一種所謂的 生命中不可承受的 是 重還是輕 嗯 其實我回台灣這幾十年來 一直到我退休 其實基本是一個修路跟修煉的過程 嗯 蠻好玩的 嗯 因為他們一直質疑 英美那時候回來對華國這些 他們都很質疑 對 而且他們是主流嘛 嗯 主流之外他們都質疑就是 嗯 因為他們不懂華國 他完全真的看不懂 這是什麼胡說怎麼看 對一旦不可能 胡說八道 對 那條道路吸引你嗎 嗯 比較明確的一條道路 我不曉得 其實我真的不敢講 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選擇嘛 每個人的choice嘛 嗯 每個人的choice 那樣子 因為這兩種模式是一直是 是等於說 既相似 有相似又又比較衝突的 一種被主流的聲音所吸引 沉浸他們其中 另一種是 或許也不用聽這麼多不同的聲音 找到自己的內在的聲音 對 往前走 就是說每一個人要成就自己 其實都是宇宙的精靈啊 嗯 那個思想宇宙裡面呢 尋求各自的那種 嗯 可去殖民 可以到那裡去航行的這樣 所以每個人都在建立自己的 尋找自己的星座啊 那樣子 那您比如說您看 這些歷史上的人物 誰跟您覺得 您跟他的很契合的感覺 你真的問到我咧 我一直想不出來這樣子 因為有的又太野 你說像阮吉啊 他們那些桌林欣賢 那又太野 太野 太不夠後果 然後我們也不會自憐自愛 像曹植啊 或杜甫這樣的人 這樣也不 但我們又不是老間巨華的白居 對不對 所以我不太願意在一條固定的路徑上 這樣子 好像我還沒有想到一個真正對應的 沒有找到一個真正對應的 沒有找到一個真正對應的 有的孤立的時候怎麼辦 有的孤立的時候 嗯 有的孤立的時候 我想說我在巴黎那十年 跟那段時期 其實我24歲到34歲嘛 其實是不管是知識的啟蒙 人格的定型 或對世界認知 這種世界認知 不是只有建立在這種 所謂知識層面 或哲學思想層面 更多的更多的是自己去 在一種異國環境 移用自己作為一種 他者的那種角度之下 然後去形塑自己 作為一種人的這種成長 那這些其實都烙印在我身上 嗯 可是我回台灣 我這一部分 變成要用保險箱鎖上來這樣子 當然多少有一些是 當然因為實在的恐懼吧 這樣子 但我覺得 我一直覺得一定 某些東西還在 嗯 我用一種很出錢的比喻吧 就是生命的一種盔獎 或一種軀殼 那這份軀殼 其實抗拒了某一些 外在的一些 不管是逆流 還是順流等等 順流它不會去 被捲入一種誘惑 去尋求一種所謂的名利 名望 逆流即使在 遇到這種大的變動的時候 可以有某一種力量支撐 那十年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很大的 很重要的一種歷史階段 我想就跟紀憲林他們到德國 或者某某某槍那些 像某某某 tavalla 而某某某某某地 或某某某某某某某漢 那 所有那些 或辰全書那些 或者陳映圈那些 和陳映圈一樣 這樣 對 這樣子 您在拍這島嶼寫作的時候 他們這群人 他們的拍檔 一樣就整個文學圈子你在講 其實他們也都是一樣的 他們就被時代的一陣狂風 被吹到台灣來 在一個50年代的時候 那種非常高壓的這樣 不能談論的任何的觸及到的時候 他們不得不然要去接受的一塊 那也就是說大洋中充滿怒陶俄裡面的戰士 暴風雨裡面的嘛 他們被丟在那裡 然後整天在期待魔法師來拯救他們 但是他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語言 書寫 允許整個所有的這種傳統 就變成他們的一個很重要的寄生之所 這樣子 像現代師 漁光中 他們當然晚一輩的 像李濟 傅思念這些人的 這樣子 或甚至像台老 台進龍先生 整天就只能教 他們最常教的就是 登樓戶 王燦的登樓戶 師徒姓美揮我香這樣 一天到晚就這樣 然後又把他當年跟著魯迅周圍 那一點點的很微妙的 一點左翼的這種精神呢 透過很曲折很曲折的方式 在古典文學裡面這樣 一個說真的講很 只能講著令人敬佩 他可以一個肩膀扛下 那台大中文系的這個大傳統 不被毀掉 然後可以把年輕一代的這樣帶進來 可到最後他們會把這個地理 疆域的自然的這個島嶼 化成文學的島嶼 當然這種離散的這種經驗 亂離 鳳族 好像都一直是 文化創作非常重要的 曹子作為一個王子 遭到這種流放 杜甫的這個 也是這樣由聖堂 就整個玄宗的所有最繁盛的 後來就一路這樣飄到四川 Ulysses 特羅伊戰爭 結束之後他想回家 結果花了十年最後才回家 然後這個緩鄉之旅 也奠定了這種西方幾千年的 文學的里程這樣子 所以之後才有 Joyce的Ulysses 當然現代文學裡面處理的 其實不是單一時空 也不是就是固定幾個時空裡面的 很固定的這種路徑途徑的轉移 我想這也可能是你對西隱尼 會喜歡去香港 東京 坐當當車 從中環很快就到更下沉的老香港 突然之間會掉入一個我們跟他講的 時空錯亂 時空錯亂之間的 造成了一種迷離 失落 要去尋找定位 但是我們知道不可能定位 然後又偏偏想要去定位 可是知道每次要去尋找 其實就是另外一次的失落跟迷離 你一直在這種裡面打轉 不是 所以我有在想問一下 也想問你 我是不是這是一種非常顯著的一種 淺薄的象征嗎 嗯 我不覺得耶 你是一個不安逸的事的 很多的作家 電影人 畫家 他們是以覺得定位 安居於這個地方 從這裡來舉起 無法創作的源頭 你好像對這些來講 你覺得這些只是你的玩具 所以我就懷疑我是不是清徒 就是你不斷地去改變時空 它也是一種重複 可能是一種重複的 這後面很多 對我來說 我不知道對您是什麼概念 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程度 是被厭倦所驅動的 特別容易厭倦 它可能是對深度的一種逃離 我經常我也會對自己陷入 我聽你講的蠻那個的 蠻好玩的 因為這也是 就變成一種新的獵奇 不斷地在獵奇 沒有其實我真的對你這種不安於事 以及跟國內的其他的那一種 他們會覺得 植根在這個土地上 是一個覺得是一種必要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是去玩火 我還沒燒 沒有沒有沒有 當然你不會把手放在 停在那上面 你最多是碰到了 燙一下你的手就伸回來了 我這種比喻我不知道 可是很好玩 你這種每次被燙到會痛 可是你還是要伸手去摸 對 你知道那種尺度 就是不要燙得太痛 被燙也是一種 不斷地確認自我的敏感性的方法 更多的一種學習 在某一種程度上 我不知道 你說得很準確 因為我覺得就是 你跟我一樣就是一直不斷地移動的人 嗯 然後都是不安於事的 一直喜歡越界 就是你不越界好像就有點不自在 對 現在這整個網絡數位來講 大家是很安逸這一種所謂的 surface 表面 跟 skin deep 很多人會 用那種東西當作一種 外表的行為 可是我覺得我們 我們兩個裡面有一種共通性 並不是要去追求另外一種表面 對 那可是就在這個 由於這種不確定裡面呢 造成自己個人的一種解體 嗯 不斷地解體 這個東西會困擾您嗎 我其實比較長找的出口 我非常熟悉這種精神分析 嗯 所以我會不斷地透過自我分析 嗯 自我剖析 不是哲學式的思考 嗯 其實每天都有等下像一個 外科手術師嗯 每天拿手術刀把自己劃開劃開這樣 甚至把器官掏出來 嗯 不斷地把自己打散再重新縫起來 對啊 就重新縫補 重新的這樣 我們打開裡面其實就說 我們一直在講嘛 臭皮囊嘛 可是我們沒有這些骯髒的 其實真的很不堪 我們裡面處理的其實是一個 就是一個會水回收場 嗯 對 可是我們要靠這些會水回收場 來維持 對 來維持清潔 能維持我們生命的一種持續這樣子 是不是您的這種 對於本身的濃度的渴望也特別強 各種濃度的 各種濃度的 但是會不會覺得 你沒有那種文化可能在不斷摔落的那種感覺 哦不會 嗯 消失的必要 我甚至用這樣來形容 消失的必要 好 嗯 嗯 嗯